大家好,歡迎來到廣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六場,四班14米草地,3點40分開跑 1號一鋪中橫,133磅,四檔,斑德里騎,葉初航馬房 今季已經交代了,之後也沒有哪一場好看過 那方的評分又可能要再減分,再部署一下 2號疑心星,129磅,七檔,兩家盡騎,葉初航馬房 這份馬最近成績在陪陪回回,它的跑法也頗主動的 放頭跑,但我想已經不再進步了,至於在這個位置 可能要減一點分,在四班中榜或者輕榜 威力會比較大 3號人人之寶,127磅,10檔,莫萊拉騎,蘇維爾馬房 這匹紐西蘭的新馬,3歲仔,落地跑了兩次,初出就已經上名了 上場只有第五,但前一次他輸的組是絕對不差的 因爲我再起旺區贏 這匹馬我想質素都不錯,前域都應該不錯 可能這匹馬要再適應一下的話,這匹應該留不住 最近賽前也試了貨閘,貨閘也不錯 在淚蘭轉上來,按住也要上 這匹馬已經順了點力了 4號一鋪到位,126磅,2檔,賀柄連騎,高牌新馬房 這匹是法國的新馬 剛剛上場是初出的 跑第十,完全沒有走勢,沒有表現 這匹馬的僵效就不太好 力水還差點可以收一些新 我想要再給點時間適應一下 5號,辣德奧,126磅,1檔,蔡明蕭騎,文家良馬房 這匹馬上場都是初出的 這匹馬的初出也不同 這匹的初出也不同 這匹的初出也算是有肯追兩步回來給大家看看 這匹馬賽前也試了貨閘 這匹馬賽前也試了貨閘 這貨閘的走勢是不錯的 下一次上力了,這匹馬已經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6號神希英雄,124磅,3檔,蝕欣騎,速報流馬房 這匹馬是第三次跑 對上兩次都是大敗 雖然一次比一次輸得近了 但這匹馬呢,我想還要時間適應 我想再跑多幾場熱,熱多幾個身 這匹馬再收點身 再熟習一下競賽環境、節奏 對他來說應該有些幫助 7號爆騷,124磅,12檔,何則要騎,除以石馬房 這匹七歲老馬上次都能夠成功在後面追到第三次 這匹第三已經是今季最好的名詞 狀態表現好像有點回勇 但實際上可能是有機會遇到一個快點的步速 前面的馬開始停了,他才湧上來 因為這匹馬除了上一場第三次之外 其餘的場子都是沒有什麼走勢 8號美之妙,124磅,11檔,搬頓騎,用天盤馬房 最近三次,不是第二就第三了 這匹馬應該很幸贏了 這匹馬本身的跑法偏被動一點 但他又不需要把一條快步速才追到 經常都蝕了形勢、蝕步速都可以大外擋地衝上來 這匹馬挺好鬥心的,這次用潘頓 希望可以再幫到他吧 9號很有精神,123磅 8檔,周進樂騎,醃了合馬房 這匹馬出賽兩次 兩次都是第十三名回來 最近呢,雖然試了兩貨集 但那兩貨集的走勢都很一般 還有他距離上次出賽都隔了兩個多月 我想要再給點時間適應 還有要下場看看他靠起上來的動作 那些疆涵有沒有改善呢 10號開心梳賽,120磅 綠檔,田太安騎,大衛希斯馬房 出賽四次 暫時都未試過排入頭四 但上一次就開始接近了 已經大幅進步了 距離上次出賽就隔了一個月左右 中間有快跳、拍跳 還試了貨集,貨集是不差的 都是田太安市的 他一路沿途留在居中位置 林拉斯就拉出來,輕輕推他兩步 都肯衝上來跑回第三 過完終點之後,魚勢都OK 不是馬上停,都肯向前撲上去 維持到勢 這匹馬的狀態真的開始上力了 但這場大家都不厲害的情況 都不錯 11號超級黃鋒 119磅 五檔 希威森騎 偉檀馬房 跑四次 四次都是10名開他回來 不知道是馬未適應 還是能力太差呢 暫時都完全沒有走勢沒有表現 距離上次都是隔了兩個星期再跑 可能幕後都是想預跑於粗 一路減少一點分速 你可以用跑來搓起狀態 再加上給多點時間適應 再看看 12號開心有利 118磅 九檔 波鍵士騎 深襲成馬房 上次轉彎 八、九疊的進來 跑什麼馬都跑輸 所以上一場的賽者可以不用來 他這麼貴 曾經上過名 狀態就慢慢起 但始終 波鍵士跑 這一類的馬 可能真的會差一點 有一定的爆炸力 但狗檔你很難可以放在前面 前面有不少馬隊都在前面 那流口呢 這件事在流口發揮上來 真的會差一點 這場四班千射馬可以說為極之弱的組別 這一組馬上場 上到名的只有兩隻 而我手上選了其中一隻 就是八紅尾尖苗 這分馬呢 就找了潘頓騎 就應該會比較重 因為上場雷神騎過 這次換了他 通常雷神騎員換潘頓 很多時候 他的成績都是有增 沒有減的 但這場他跑得很大 他的跑法 就變相要被動了 要放得厚一點 那如果這場 看起來好像是慢步速 對他來說 當然不是好事 希望潘頓 可以早段積極一點 擺前一點走 二碟也不怕 二碟也不怕 在這組這麼弱的組別裡 絕對夠用 接下來就要選擇質身馬 要三號人人之寶 初出就已經上名了 拖出能夠在轉彎 圖程上到名 是有一定的質素的 這個檔模擬今場差一點 但是這組弱 夠質素也夠殺 之後就要十號開心梳賽 一隻進步得慢一點的馬 他不是那些 可能一場就已經進步 可以馬上大風 其實他不是 他跑了幾次 每一次就是成績 走勢 各方面就慢慢進步 這場有個六檔 可以對前一點 慢步速沒有馬放的情況下 可能有些不錯的表現回來 還有他比其他質身馬 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比其他質身馬 爬得多一點 其他馬就沒有他爬得那麼多 變相比賽節奏上的適應 可能他會比其他質身馬來得好一點 接著就要5號立得奧 第一次初出 就已經跑變化地 回來也不是輸遠 幕後都立刻跟他爭情 可能見他千二都跟得辛苦 下的比較慢 可能千四會比較適合腳法 三歲仔而已 也不用太壓迫 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讓他進步 學習的 賽前試了貨集 又走勢 神操開始的力量已經有了 還有這組馬真的很弱 最後就要2號移心星 他下了一班 跑了兩次 都是第六 真的沒什麼進步 始終今場 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因為有坦克質身馬 質身馬就是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很容易犯錯 可能一點點不順 補充不走就會有犯錯 那一犯錯呢 對著這些舊馬 而他又下班 有一點班底就夠用了 的確他在操練上是加強了的 你說他VIN就難一點了 但我想要上來一隻位置的話 也有些機會 那今場的推介就是 8號 3號 10號 5號 2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 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